一个猫罐头的开箱 这个猫罐头是前一天在网上买的 我买的是最便宜的一种 还不到十块钱 我想试试这个猫罐头怎么样 我说怎么这么便宜啊 原来这么小一罐 我给你们对比一下 不过还好 这毕竟是试吃的嘛 这个也太容易打开了吧 这个量应该是 平时的猫罐头的一半 甚至一半都不到 因为现在那个老白还在哺乳期嘛 我平时给他喂猫罐头的时候 都会加一些这个营养剂 这不是营养膏啊 这是营养剂 但是今天为了测评这个猫罐头 我们就不加了 看看老白对他的反应怎么样 吃的也挺好 这个猫罐头价格说出来 估计你们要吓一跳 好像是四块五 我刚才对比那个猫罐头 十九块一罐 即便他的量跟他加起来是 即便他这个量三倍 那价格应该也是九块钱 还不到那个一半 不过这里面这个肉 是很明显的 不吃了 老白这属于什么行为 吃完了拿舌头往那个小猫身上蹭 这像不像我们吃完油条 手往别人衣服上蹭 吃完啊 别浪费 吃干净 吃干净 昨天看到评论区有留言 让我分一下这个公虎 现在好像还不好分吧 这个应该是有乳头 可我听说公猫也有乳头啊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今天的老白幸福生活 就 就会不吃了 就会带到这个公子 也就会有什么